人说山西好风光 地肥水美无骨香 不仅如此 还有飞夷之花处处绽放 那在今天的飞夷体验之旅里呢 有很多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最喜欢的之一是 五五人心 怎么说呢 就是降舟古月与一城花古 两种古呀 可以说是两种气势 应该说降舟古月是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特别有黄河儿女之气 那这一城花古呢 又是灵动娇俏 非常的活泼可爱 充满了灵动之气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就是气 这是什么气呢 就是让我感受到山西人的 这种平衡之气 增之一分则太过 失之一分呢则不足 它体现在哪里啊 它就体现在人工炊质玻璃器皿 这项飞遗迹当中 到时候大家也能够看到 山西祥院长 还有蔡国庆老师 他们亲身体验 这个现场吹直播里 虽然我没有参与实践 但是站在旁边看 也觉得真的是 气不打一处来 为什么呢 看了大家就知道了 飞遗里的中国 山西篇 敬请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